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我刚刚看了中共百年党庆在鸟巢举行的晚会上的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里面显示中共杀气腾腾 在这个晚会,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的党棍习塑出徐 但是中共的一些最重要的元老 历来都是排在习近平后面位置的 比如说胡锦涛或者江泽民等等 这一次全部没有缺席 早就有消息说中共的八大元老将要抵制这次晚会 这些人包括中共最重要的元老江泽民、胡锦涛 还有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等人 这个情况是相当严峻的 是四十年来首次 有人说这是中共故意 就是习近平故意不想让这些元老们出席 但是李瑞环、曾庆红等等 其他不太重要的元老这一次 却有大批的人出席 这显示这不是习近平做出的决定 而且习近平最近的脸色非常难看 除了会见普京的时候像一只哈巴狗一样的脸上拼命挤出笑容来 其余的时候都脸色阴沉 显示他处处不顺心 至少这次晚会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都没有给他捧场架势 应该说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显示中共上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因为习近平毕竟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确定的接班人 也就是说相当于江泽民的孙子 相当于胡锦涛的儿子 但是没想到不孝子孙上台以后 却全面推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确定的政治路线 也就是说他们都深感屈辱 而且他们的家族利益也受到沉重的威胁 比如说马云遭到打击 就跟他是属于江家集团有关系 因为马云一直都是江家的白手套 他的主要后台老板之一 就是江家的江泽民的孙子 另外关于这一次中共晚会的内容 主要是采取了历史时间组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片段 通过歌舞演出来叙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 这也是史学家公认的阶段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 1841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但是呢 这个晚会的叙述的主题呢 却是说西方呢 以前怎么欺凌中国 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 其实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知道 中国的凡是现代化一点的城市 几乎都是殖民地城市 无论是香港 澳门 上海 还是广州 厦门 武汉 重庆 就是中国所有最好的城市 还有天津 几乎都是西方建立的 如果是 当然中国长期呢 有一种论调 认为呢 西方人在这些城市呢 掠夺中国财富 以前我在监狱的时候 我曾经跟一个被捕的派出所副所长 真的 他说大英帝国从香港 这个掠夺了多少财富啊 我就问他 我说香港本来是蛮荒之地 英国人如果在那拼命掠夺财富的话 应该把当地人掠夺的一干二净 贫困潦倒 甚至纷纷出走 因为那时候呢 香港居民也就几千人而已 我说英国人能够掠夺什么财富呢 而且呢 我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这个国家 能够跑到一个荒刀野 荒山野岭上面 然后呢 开始拼命地掠夺 掠夺到最后呢 当地人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裕 而且呢 四面八方的人呢 因为听说那个地方掠夺得非常残酷 掠夺的就是比例非常高 然后呢 都纷纷跑到那个地方去接受掠夺 我说你能 像我指出来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先例吗 他当时像傻子一样瞪大眼睛 看着那个监狱的那个墙壁 说你这个说法 我没听说过 我说那你 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掠夺吗 如果这样的掠夺 存在的话 那么全世界人民不都渴望这样的掠夺吗 我说 我还问你一个问题 有几个中国人会拒绝接受香港的居民身份证 假如有机会 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 想都不要想 就会成为香港居民 这不就是主动送上门去接受掠夺吗 我说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是这回事 OK 我说 所以说呢 你以前所受到的所有共产党的洗脑宣传 都是荒谬的 西方国家呢 不存在在这些地方的掠夺 他们不过是 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制度 然后呢 给了这些人自由 让他们创造财富 而且呢 英国在香港呢 几乎是实行免税政策 为什么全世界 四分之一的领土都被英国占领 英国又 政府长期困于 这个经济上的这个 也就是税务不足呢 就是大英帝国 我记得他以前 曾经他的军队 在他最强大的时候 他的这个国家的军队编制 仅仅只有区区三十万人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要给予香港免税港的地位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英国人认为呢 中国人是最愚昧的 最贫困的 最苦难的 所以要给中国人最好最好的优惠 拒绝从香港收税 可以这么说呢 英国人在香港没有拿走一块钱 所以香港的发展速度 在过去几百年来 几千年来才创造了一种人类的奇迹 尤其对于贫困的中国人而言 这台那个中共的这个晚会上的 第五个节目呢 就是跟香港有关 因为什么呢 他是香港流氓成龙 与台湾的贱人张绍涵 共同演出献唱 但是他们献唱的是什么呢 献唱的是关于红军历史上的崛起壮大 长征的故事 而且呢 这个节目呢 气势异常宏大 从我看来 情况来看 有数千名演员参加演出 他们都身穿红军服装 但是呢 你仔细一看呢 全都是些流氓 因为呢 一个个呢 就是杀气腾腾的 本来舞台表演是为了愉悦大家 但是呢 他们这些流氓呢 一个个那个脸色 都是阴沉的 而且呢 勾举着那个大刀 步枪 杀气腾腾 这样暴力的场面 我可以肯定的说 在美国是绝不会产生的 也就是说 美国 比如说这么隆重的纪念 类似隆重的 比如说独立纪念日的这种纪念仪式 即便是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场合 也不会出现这么暴力的场面 几千人拿着大刀 在那挥舞 举向空中 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会让孩子们下着夜里做噩梦的 以后呢 中国的这个成年人 在吓唬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就可以说 再不听话 就让成龙带着红军来杀你 把你抢走 那就小孩子 中国小孩子肯定会被吓坏 就会乖乖的听话 乖乖的吃饭 乖乖的睡觉 所以说呢 这样暴力的场面呢 足以证明了 中共是一个多么野蛮 多么愚昧 多么原始的黑帮组织 这个节目呢 也从另一个侧面的表明 习近平这个团伙呢 面对国际社会的追讨 释放病毒的责任 已经做好了拼使抵抗的准备 另外呢 我前期节目当中曾经谈到中国的这个供销社卷土重来 很多人认为这是简单的 中国想要进行第二次文革 后来呢 有个网友提醒我 他说呢 不是这么简单 他说供销社呢 其实是一种战事制度 也就是说呢 中共已经为全面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包括物质供应 也就是说 大中国人的吃喝 拉撒尿 都已经做出了规划 习近平呢 已经决心与人类为敌 而且呢 他自认为呢 他有着14亿韭菜 14亿农历 他足以跟全世界对抗 而且他这份野心和底气 应该说 比1900年的慈禧太后 还要强大